我們再來關心到蔡英文總統出訪中美洲的友邦之旅 友邦國家這次到了瓜地馬拉 並且跟瓜國總統賈麥黛會談 也受贈了這個金牌大十字的宣章 帶你來看 蔡英文在公開談話當中是指出說 將會跟賈麥黛總統共同見證 兩國簽署的台瓜基本的合作協定 為了雙方的技術合作交流 開創更多元嶄新的面貌 而瓜國總統則表示說 瓜地馬拉呼籲推動台海的和平 支持並且尊重台灣主權以及領土的完整 而根據彭博資訊的報導 蔡英文總統出訪中美洲的回程 過境洛杉磯時在雷根圖書館的演講被取消了 對此總統府犯人趙敦涵就表示說 有關報導是皆屬意測 總統過境洛杉磯的行程 仍然持續緻緻密的安排當中 好 來看到總統蔡英文這一次的這個瓜國之旅 也是友邦之旅 在台北時間4月1號飛到瓜地馬拉 而在瓜地馬拉的總統賈麥黛的總統府 軍力相迎的之下呢 又進行了這個閉門會談 是進行了閉門元首會談 而且在跟媒體公開談話 蔡英文強調說呢 台瓜的邦誼關係 台灣跟瓜地馬拉是共享自由 人權等價值的民主夥伴 能夠在困難當中呢 互相的伸出元首 還強調呢 瓜國就是真正的朋友 而賈麥黛呢 我們來看到他說什麼 賈麥黛呢 他是講到說他的公開談話 台灣是主權獨立的一個國家 是跟瓜地馬拉呢 是站在一起的 分享歷史 而且是兄弟的邦誼 而且要尊重 而且分享民主價值 對他來說 唯一真正的 對他們來說 台灣就是他們 唯一心中的中國 還強調兩國的邦誼是 邦誼堅不可破的關係哦 而且會這樣強調呢 是因為先前 大歐德外交部長的發言人 毛寧要請瓜地馬拉認清大事 早日的做出正確的選擇 不過呢 瓜國的總統這番話呢 包括唯一真正的中國 也引發熱議哦 因為這番話嘛 唯一真正的中國 他想要帶給國際觀點 是什麼樣的一個情勢呢 我們來看得到 蔡英文也在晚間 出席了這個瓜國的國夜 開始之前呢 蔡英文是接受了這個 象徵對區整合卓越的 這個金植火舞山的 這個大字勳章嘛 也盜了瓜地馬拉的文化工 跟賈麥帶進行會談 同時見證了兩國簽署 台瓜的基本合作協定 那蔡英文他期盼的 台瓜在合作基礎上 持續的攜手努力 並且創造雙贏哦 那我們來看到這些看似 邦誼有一些進展 我們回過頭來 看到這趟紐約行 在這趟紐約行啊 美國似乎在美國 不是過得那麼的 預期的順利哦 因為除了過境簡報 臨時延後之外啊 美國前國務卿 蓬佩奧也沒有現身哦 還有蔡麥會 會不會取消呢 因為建的都是共和黨的嘛 有沒有發現 不管是麥卡錫 還是蓬佩奧 都是共和黨的耶 所以這是不是 政治的一個旗幟呢 還是呢 蔡英文又變成了美國 美中對立之下的一個旗幟 根據國家廣播公司NBC的報導 我們來看到這一篇的報導 蔡總統呢 是在30號 已經跟美國民主黨籍的 眾議院的少數黨的領袖 傑佛瑞斯見面了 不過呢 傑佛瑞斯的發言人 就婉據這個消息的評論哦 沒有承認 總府則說明說 會安排跟美方有人來 進一步的進行交流 而基於雙方的互信 以及默契 適時再進行說明 而另外呢 蔡英文在防友幫過進美國的時候呢 北部的地區是出現了不明的氣球 所以現在北京他們相當的不滿哦 疑似也引發了兩個美軍機 追到了大陸沿海 還遭到攻擊給驱離嘛 而且呢 今天淘機的這個警隊呢 上午就轉知說 有恐嚇的炸彈訊息案 因為境外呢 有恐嚇的電郵還威脅說 集結的台北站會放刺客遙控的炸彈 陶西公司目前是沒有發現炸彈 而這到底是不是愚人節的玩笑話 因為今天4月1號 愚人節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政治人物都在開玩笑 但是炸彈這個真的不要開玩笑哦 我們來看到講到愚人節 大家就會想到說 是不是一個警訊 還是蔡英文在這一場友邦之旅 外界很擔心他除了變成棋子之外 他說了什麼話或是說了什麼金句很重要哦 所以這段呢也讓立委鄭立文 就是做了一個一連串的這個金句的排行榜 也是他歷年來 蔡英文八大金句講了一些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在2009年 蔡英文就批評說 ECFA的政策是糖衣毒藥 現在呢大家是不是覺得 好像都在講假話一樣哦 2015年的時候呢 民進黨執政之後 絕對不會缺電 結果現在是不是一直在缺電 難道我們現在用愛發電嗎 還是小動物通通都是小動物的錯嗎 所以就是也是一句金句哦 再來看到2015年 同樣的台灣需要一個新模式 結果既然是防疫的新模式 所以哪來新模式嘛 隔一年他就說了 若說只有一個派系 這個派系就叫做人民 但我們看到什麼 民進黨派系鬥爭 有多麼兇 鬥得多麼厲害 在隔一年 在2017年的時候 談到一例一休 他要勞工自立自強嘛 還記得他過去嗎 還跟大家說嘛 如果你不滿的話 你就跟老闆去拍桌 結果有用嗎 還要勞工自立自強耶 那人民真的聽不下去 在2018年的時候呢 在這個台鐵的改革 他說改到好為止 結果呢 現在台鐵問題還不是一大堆 然後你現在好像就雙手一攤 都沒有改變 好2022年的時候呢 他說政府維護治安的公權力 絕對不容許任何的挑戰 治安的問題 社會安全網的問題 都是破洞 2023年的時候過境紐約 他就講到嘛 現在台美的關係 前所未見的堅實 你們覺得呢 真的有這麼的堅實嗎 尤其現在這個堅實 就會發現美國 他怎麼對待蔡英文的 美國不但取消了這個簡報 取消簡報之後呢 他好像也沒有要讓 蓬佩奧跟蔡英文見面 甚至麥卡錫會不會取消 也不知道 所以到底是不是蔡英文 想要做的這個重視呢 還是說呢 他只是一直在做一個包裝 好像跟台美關係很要好 很堅實 但實際上呢 是不是兩大國都是為了自己的 一個利益在做事 那很多網友看到 也就相當認同嘛 就留言就說 台灣每天都是語言節啊 還有就說支持鄭麗文 正義的聲音 還有人說他騙天騙地 騙神明 根本就是詐騙集團 用愛發電 根本就是愚民節 真的是很可惡的謊言 我們也看到 民進黨狂抹紅打抗中嘛 在滿久的附路交流 但是藍軍也反擊開酸了 蔡英文赴美 卻被當成是路人甲來觀光 不但沒有任何該有的元首待遇 連想見政壇的躍腳也傳出遍捕 就是喊咖了根本沒有見到 反觀馬英九被對岸當成前元首對待 還能夠闡釋九二共識 積極地促成兩岸和平的交流 也形成鮮明對比 蔡英文這次出訪友邦到了美國 卻沒有元首待遇 甚至還被白宮說成是過客 外傳會面恐怕身邊的眾議院議長 麥卡錫 卻在推特上傳了中國地圖 當中台灣和大陸的顏色竟然一致 如今看到台灣被當成大陸的一部分 長批大陸說九二共識是一國兩制的民進黨 不知作何感想 難道麥卡錫是定義為 台灣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嗎 也沒有看到民進黨或者蔡政府人士 提出質疑或提出抗議 我們的總統啊 就到那裡還是被稱為過客 好像路人家路人儀 他可能要跟麥卡錫見面 聽說也可能沒有了 本來要見這是潘佩爾 好像也沒有了 美國現在要跟中方恢復關係 所以就把台灣當犧牲品了 在黨狂酸大陸把馬英九當成前元首接待 蔡英文卻被美國當成觀光客 馬英九在大陸把九二共識搬上台面講 辦官只會批評的民進黨 卻不見他們對兩岸政策和實質交流 做出什麼努力 藍英痛批 若怕繼續和民進黨一起聯美抗中 台灣遲早會遍地瘋火 百姓恐怕得想清楚 到底是要和平還是戰爭 記得張昭彭 徐郭豪台北報導 我們再看到前走馬英九今天是以祭祖的民意出訪大陸 引爆側意開酸 先嗆馬英九不敢講台灣不敢講中華民國 結果呢到最後一一翻車了 又引射馬英九致詞時全程照著中共給的稿子念 一位中配軍事分析說呢 民黨原本設定的一套要罵馬英九的劇本 現在完全被打亂了害得側翼自亂陣腳精神分裂 側翼大翻車最大原因就是因為雙重標準自打臉 民進黨沒有照他們劇本演 所以搞得他們現在有點精神分裂 就像你剛剛說 他一方面又要說這個馬英九總統 是照著中共給他的稿子念 但另外一方面又要罵他說 你看這個中共官媒都不報導你都在笑你 就是他們討厭你這個到中國大陸去 那這不是很矛盾嗎 如果他今天念的是這個中國大陸給他的稿子 那不就應該什麼央視什麼一次排開 這個SNG連線報導 那怎麼會是這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要拼命他 已經拼命到自己已經不知道自己是誰了 基本上就是精神錯亂兩套 連他見這個宋陶也要去講說 你看這個你就是照著稿子念 然後因為你前一天講了台灣總統 所以你惹毛了中共 所以要叫宋陶來作證 但另外一方面又說不對不對 應該是這個他照著中國大陸給他的稿子 所以這個宋陶親自來看著他念 無論如何 我們不會去把這兩個行程做這種沒有營養的對照 可是側翼翻車的原因 我剛剛說的 就是因為他們來自於這種雙標的監視 所以現在讓蔡英文總統陷入這麼尷尬的狀況 好來看看是棋子變棋子了嗎 彭博資訊的報導 蔡總統的雷根圖書館的演講行程被取消了 但總統府澄清表示 行程都在缺密的安排當中 但同時有學者認為說 蔡麥會可能會影響就會有變數喔 時事評論員華明就說了 從過境簡報取消到美國國安顧問的王毅通話 美國一些不尋常舉動讓人覺得說 美國就是拿台灣當棋子 目的就是要化解中美緊張 如果我們還是壓寶在美國身上的話 最後不是棋子 而是會變成棋子 如果今天如果今天是我方希望去演說 那不叫做雷根基金會雷根圖書館邀請 所以如果今天是他們要提出的邀請 而有變化 那就是要做外力介入 不管是這個外力有一種可能是美國方面的 也有一種可能是這個這個我方喔 也有可能是我方說沒有沒有我們沒有要去 這個這個這個因為畢竟是至少提出邀請的雷根 儲物館不會改變吧不會突然說 不好意思我們沒有要邀你了 這樣更難看吧 而且他檔期一定有booking 對所以我說這個理論上 這個談好的東西 如果在最後一刻有申辯 就一定是有其他的因素介入 我們說你可能跟龐佩奧見面 你也沒有否認嘛 也就是說他預留了這個可能性的時候 最後卻沒有見到 那當那個結局出來沒有見到的時候 人家就會覺得說那是不是有什麼可能性的 這個有什麼樣的因素 或者是當然一種可能是美方的不滿 就是這一次你去這個美國過境 全部都在跟美國的在野黨的這些所謂的意見領袖也好 或者是他們的眾議院的議長會面 整個行程安排變成一個民進黨跟共和黨 民共合作的一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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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 有點奇怪 從美國的一些不尋常舉動 就是在你還沒啟程之前 包括那個過境 原本要專門為蔡英文的舉辦的過境簡報取消 然後包括這個蘇利文跟王毅的通話等等 整個變成好像美國要去跟中國大陸化解他們的這個所謂的前陣子緊張 從二月的間諜氣球以來的這個緊張情勢的時候 不禁讓人懷疑我們中華民國又再一次成為美國的棋子 拿來成為這個拜登政府跟中國大陸恢復和和談的一個一個叫籌碼 我們的領袖如果這個時候還是百分之一百壓寶在美國身上的話 就隨時有可能變成他們那個已經不是棋子了是棋子 海皇鮑魚干貝XO醬這個你只要加上一瓢味道馬上升級 他蛋白質是雞肉啊是牛肉還有蝦的三倍 更是呢礦物質遠高於魚翅啦燕窩之上 趕快上快點GO輸入我的推薦袋把CTI627就可以享有折扣優惠喔